二軍使用的伊朗無人機成為烏克蘭的新威脅 儘管克里姆林公否認將伊朗無人機投入烏二戰場 不過CNN記者卻用獨家畫面揭穿兩國的謊言 從被擊落的二軍無人機可以發現 零件上有手寫的波斯文標籤 可能來不及撕掉而露線 證明這些無人機的確來自伊朗 今年才生產的伊朗無人機已經被投入戰場 而且造成烏克蘭有30%的發電廠遭到摧毀 導致當地用電吃緊 CNN記者還發現這些伊朗無人機裡頭 使用了日本電池 奧地利馬達跟美國的晶片 這些都是在國際市場就能買到的材料 這也讓美國驚覺現在除了俄羅斯 恐怕還得加強制裁伊朗才行 儘管被認為即將彈盡原決 俄國國防部還是公布了兩架 能搭載核彈頭的土九五戰略轟炸機 在太平洋白嶺海跟俄貨刺客海上方 飛行超過連續12個小時 展現俄軍的核武實力 TVBS新聞與四銀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